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味烟油爆饼块的操作过程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机器 我们的机器是一个小锅 是爆7两玉米 最多是7两玉米 所以我们准备了原料 有烟油 烟油是半斤 半斤 球形玉米半斤 半砂糖半斤 好我们先把机器的火打开 开了火以后我们把火稍微调小一些 角度 水平被这火是最大 向下火边小 机器的锅里面倒入椰油 开始化油 等到油放得差不多的时候 打开电机 这时候我们的火稍微调大一些 火稍微的向回走 能听到出火声音就可以 这时候我们拿起玉米 像油里面放入几粒 然后开始等待 等待这几粒玉米开始爆开花的时候 我们再放入其他的玉米 好 我们稍微那些等待一下 好了 玉米有开花的了 稍微可以看一下 已经开始爆了 这时候我们把其他的玉米 加进去 加进去 同时把糖加进去 好 再上盖 我们开始听 这种爆米花开爆的声音 声音是由小到大 再由大到小 是一个起伏的过程 我们稍微听一讲 已经开始了 声音是慢慢的 有了 好 声音快要消失了 好 声音快要消失了 好 声音快要消失了 我们把火关掉 电机不要关 这时候我们把 倒出来 倒出来以后我们爆米花 原味的椰油爆米花 出锅了 煮一下 美味可好 稍微冷却一下 就可以装大 装盒的话 尽可能是等到爆米花 在30度左右的时候 然后装盒 打包装装大 这样 就会保证爆米花 有可口的香碎 好 音油爆米花 爆完 沥 肚子 摇散 3 4 2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